不只是高速公路塞车 各地的扫墓人潮也是相当壮观 在桃园就有夜市和廖市两个宗亲会 每年都会有上千名的子孙返乡祭祖 这也成了过年之后另外一个亲友聚会的大日子 清明街扫墓是华人盛中追远的习俗 每年清明街全台各地的墓园都会涌进不少的扫墓人潮 桃园县新乌乡永兴村夜舞美公祠 上午举行年度扫墓祭祖 全球各地近八千名夜市子孙齐聚 场面盛大把现场挤得随些不通 因为平常很多人都不会 就是平常也不会聚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结果这个亲友 我觉得他可以每一房都可以移回的来 你才知道说子孙有这么多这样子 而桃园县观音乡的廖姓中亲 也在四号这天举行盛大亲民祭祖仪式 来自各地的子孙涌入观音乡廖室宗祠 从凌晨三点到下午人潮不间断 出估至少五千人回乡祭祖 所有的我们的祖先都集中住在一起的 那么在亲民祖这边也是在过完年 有第一个的大节日 那所有的子子孙顺孙 甚至远在他国 在国外的或是说到别的乡 乡镇室住的 旅居在别的县市的 都会聚集一堂 来祭祖的这个祖先 亲民祖凡乡祭祖成为祭过年之后 第二个可以和亲戚们相聚的节日 联合报杨德伊林立如桃园报道